医生割下了病人的肺 然后用手术刀试镜的切 却发现怎么也切不动 原来这块肺的表面布满了金属粉尘 医生将支撑胃肺 这样的肺会使得病人的呼吸格外困难 平时就只能靠着呼吸器艰难生活 对于他们来说 换肺成了续名的唯一办法 但告我的移植肺用和术后风险 却让很多人都望而却步 而且患这种病的人大都有个特点 他们的工作环境往往非常恶劣 保护措施做不好 要不了多久费就会出问题 但他们当年的收入确实很高 这边也可以 把这边放下去 怀难这边最多的拿到100块钱了不到 我可能每个月还税低500块 60岁的廖连和曾是淮南矿物局的一名工人 40年前 他用自己的健康换来了全家的富裕生活 但由于长时间吸入大量粉尘 廖连和也被沉肺病困扰了20年 最后实在没办法救治 只能靠换肺来拨一把 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救治 明天过来拨一下 在此之前 廖连和老两口其实是不愿进行手术的 因为他们觉得这里面风险太大 搞不好就会人才两口 但为了能让父亲舒服地活下去 儿子廖延龙把车也卖了 最后才凑够了60万的手术费用 廖连和的运气也很好 住院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了合适的工体 随着廖连和被推进手术室 医生用手术刀划开了他的胸膛 但由于长时间的粉尘累积 廖连和的费竟然硬到连医生都拿不动 最后在医生的不断努力下 一个健康的心肺还是被放进了廖连和的身体中 整个手术都比较顺利 家人们也长述了一口气 然而意外发生在一周以后 在后续的感染和排疫阶段 廖连和不幸感染上了多重奈药细菌 现在已经病情危机 老伴听了医生的话 后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他跪在地上给医生连连磕头 求医生尽全力救救他的老伴 一向坚强乐观的儿子也明白 父亲可能真的无法再陪伴自己了 他假装去洗手间来掩饰自己的泪水 这是廖连龙又不知从哪听说 有种特别昂贵的进口 要可能对多重奈药菌幼 这家医院没有 他就找各种渠道购买 医生建议他不要试了 因为这种药实在太贵 而且现在人才两空的可能非常大 但廖连龙还是买了两只 并故作轻松地告诉母亲 我们还有钱 然而上天没有眷顾这个孝顺的儿子 廖连和最终还是走了 望着奄奄一息的父亲 儿子终于毫不掩饰地放声大哭 一个月后 廖连龙带着一盘星星的小花 来看望曾经帮助过父亲的医生和护士们 廖连龙知道医生很想救他父亲 只是感染控制不了 这大概就是最好的医患关系吧 这位七十多岁的老父亲 正在挨家挨户地接钱 因为他的儿子得上了一种 只有穷人才会得到的病 陈肺病 老人的儿子名叫戴祥群 他曾是一位磨砂工人 在常年累月的合金制造过程中 他吸入了大量的金属粉尘 这个无合金 干梦中 它汇成就很大 就像免费烟就可以飞起来 现在细小的无情术已经布满了他的双肺 也堵住了他的呼吸 这导致正直壮年的戴祥群 已经被折磨得皮包骨头 每天要靠治养剂才能勉强维持生命 医生说戴祥群如果再不作肺一致 他很有可能活不过净年 为了尽快让儿子做手术 父亲戴照章拉下老脸 挨家挨户地去找村里人借钱 他拿着儿子的工上鉴顶书 向邻居们承诺 这钱可以报销 将来一定会换上 为了这一支鉴顶 戴照章整整奔波了三年 否则他即使砸锅买铁 也无力承担这六十万的治疗费用 或许是相信老代的为人 有些村民甚至都没让他写钱条 但戴照章还是把每一笔钱款 都认真寄到了小本子上 生怕漏掉任何一个人 靠着多年积累下的信誉 戴照章在一天之内就凑了五十多万 剩下的几万块 老人觉得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 戴照章以下压上了所有希望 就等着医院的换费通知 几天后 戴家人突然迎来了 这十年来的第一个好消息 戴相群的肺炎找到了 医院通知尽快准备手术 接到通知后 全家人立刻收拾行李奔向医院 今天就是博命的时刻 在距离病房还有二百米时 戴相群的氧气袋涌过了 他很快就虚弱地站不起来 但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父亲就算背也要把儿子背进病房 男人只是摘掉氧气剂十秒 从楼上走到楼下 马上就痛苦地无法站立起来 打开治氧气后 他休息了好长时间才能说话 男人鸣叫戴相群 他患有严重的陈肺病已经十年之久 为了给儿子进行换肺手术 父亲舔着老脸从村民那里借来了六十万元 可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 医生却在距离手术还有五十分钟时 突然通知他们戴相群的手术取消了 因为医生在经过反复检查后发现 捐献肺炎的患者之间由于长时间佩戴呼吸机 导致公肺已经出现感染 为了安全起见 医生只能放弃手术 刚刚判来的希望就此破灭 这让戴家人的心里只剩下失望 因为没人知道下一个合适的肺炎会何时出现 不少沉肺病人就是在无尽的等待中 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但老天还是眷顾他们的 仅仅五天后 余戴相群匹配的肺炎就又出现了 为了能让儿子尽快换肺 戴照章马上就去缴纳手术肺炎 可这是工作人员的一句话 却又差点让老父亲当场崩溃 儿子的保命钱就这么不一而非了 老戴被吓得浑身发动 好在调查过后发现是一场乌龙 原来一周前他已经将手术费用交到了医院 但手术取消后 医院退还的手术费还没来得及转回银行卡 有余钱确实已经进入账户 医院决定手术如期举行 四个小时后 戴相群胸口左侧的尘肺被取了出来 心肺也开始正常工作 手术结束后 医生告诉老爷子一切顺利 开心的老人扛着一个黄色的编织袋 开始到处采购住院用品 手术后的戴相群呼吸也不再费力 老父亲说儿子现在吃东西都是狼吞虎咽的 经历了艰险的派遗反应后 带向群众于私里逃生 回到家的父子摆了酒席感谢乡亲们的帮助 这天晚上 老父亲默默喝了不少酒 红了眼眶